三線四個大的黃麗婷執行長 麗婷執行長他在社區營造 還有在文創方面其實他們在地經營非常多 也曾經辦過全國性的研討會 那這一次他等一下會幫我們在路上 趕快幫我們導覽一下 好 我們就熱熱熱熱的掌聲歡迎一下 好 跟大家先不多說 因為你們已經穿過一些風景 這條叫虎尾第一階 你的鎮前方的部分是虎尾的地獄所 我不知道你們昨天有沒有經過這地方 鎮前方那個古色古像建築物 它是複合式的 上面是木造 下面是鑽造 它是1930年代左右的建築物 然後其實因為有了糖廠才有虎尾鎮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其實產業跟地方的發展是這樣密切 那它隔壁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風景 如果未來你們時間多一點的話 我更歡迎你們到雲林的故事館 然後這個雲林故事館它不是只有台灣在紅而已 它是連到國外都紅了 它跟你們的那個想像的清田七十二階 那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呢我覺得生活在這邊虎尾的人非常幸福 因為他們的文化公民權是被保留下來的 為什麼因為他們人是可以很自由很free 然後非常悠閒在樹下聽故事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傳統的那個記憶 那現在雲林縣文化局處都把這間空間 謝謝各位 給你們一個掌聲給你們辛苦的 我們在地美麗導遊 謝謝陳先生謝謝 那這東西是妳的嗎 欸不是 但是我那是我的記憶 別幫我拿走拜託您 我只是過客一下而已 那他現在被命名成不在車間 請用 CCT可以向右邊走對 右轉 右轉了 那這兩個建築物的獨特性的話 尤其是個大的布袋戲館 因為雲林縣成為戲曲的原鄉 那個文官布袋戲跟歌仔戲等等都非常的豐富 所以每年我們會辦國際遊戲節 這個正好是每年十月份的時候是我們的雲林縣藝文的盛大事情 然後直直走 沿著黃縣直走 對 那這條路其實是他們號稱那個虎尾鎮最熱鬧的地方 那雲林縣虎尾這個地方它屬於商業形勢 因為它在台一附近 那那個斗六地區的話它屬於行政單位 所以它在其他城市比較公務人員的部分 所以那個這兩個城市 應該這兩個鄉鎮的那個風格風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想這次雲林縣有這樣子一個比較獨天得厚的一個情況 那因為我們今天 好 因為已經過了重點地方我們就輕鬆談 因為剛才是因為正好有那個物件在 所以我就跟大家多分享 那那個如果真的很推薦 大家如果未來你們想自己輕鬆來走 不用這樣大車走 我覺得雲林它還蠻適合是三五行友 因為我覺得一個農村的地方 我想緩慢這個速度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要素 那速度的話還有它空間的距離 也是一個可以體驗在地文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享受的一個一個指標 那我們現在部分的話是往那個西螺的方向 來那個來移動 至於我們要走 我先跟磁器先確認一下 你現在安全到達 因為我們跟對方提的部分是大概兩點左右 然後反正是要在西螺大牆面會面 那我想正好今天一大早 其實我們社大的話就知道下午才開辦了 然後我想今天一大早八點就趕快跟那個對方 西螺有一個很重要的文教基金會 我已經在這個鄉下生根了二十年的一個基金會 一個鄉下地方可以成立下的基金會會是很難的 所以它是羅亞文教基金會 那我今天正好演戲於有遇到那個執行長 因為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介紹這位最好那個人物 因為雲林我覺得女人當家非常的厲害 就是母性社會在這個農村地方 反而是一個很重要的執行 那有這個很好的一些那個首長 也就是女性像我們現在的縣長 然後這地方也有一個在地的義務人士在做這個經營 做得非常棒 然後今年也是西螺大橋六十週年的一個很值得慶祝的地方 那周圍你看一個小鎮它如何可以做到國際級的鋼雕藝術 就是那個因為那個西螺大橋不然一一多做鋼雕國開辦 然後最近會有把一些鋼雕藝術家來跟他們創作 我覺得它是讓農村更不一樣 很有藝術氣的地方 所以你等一下會出資說我是在哪個國際 或是哪一個那個很不一樣的氛圍的地方 所以我想說其實農村它有很多的面貌 其實是只拿來參考跟分享 其實跟他抱的很好 欸 姿姿你要不要走 你要坐這裡嗎 沒有 你你要 那我有跟那個司機講 好 你說 欸 司機你等一下就走大陸有沒有 走145下去對不對 欸 對 走145下去對不對